刚过完年接下来呢就是228的和平纪念日会有四天的廉价了 高工局现在沿你在这四天廉价当中 每天的凌晨到早上的七点呢推出国道免收费的措施 另外在国武雪山隧道方面 公路总局目前跟首都还有葛马兰客运协调 准备规划让民众搭着国道客运走国武到宜兰 宜兰境内首都跟葛马兰市区的公车一共21条路线 到时候都可以凭着国道客运的票根免费搭乘 种种的措施就是希望可以疏解廉价的车潮